大家好,今天我打算和大家介紹一下黑白棋和素雷的基本玩法 黑白棋我會用黑色筆來代表黑色的黑紙會畫在紙上 白棋我會用白色的紙紙蓋著黑色的棋就可以代表走棋了 現在我示範如何黑食白,黑食白棋就是要在對面那粒白棋和黑棋之間下一步就可以吃了那隻棋 例如黑棋動,然後它就會黑棋,這裡就油黑了就黑棋了 因為這裡有兩粒黑棋,所以中間那粒就會被人吃了 那就是黑棋的動法,然後如果到白棋,白棋要去動的時候呢 它又要在對面那裡,在這裡放一粒,放一粒棋在對面 然後它中間那粒就會被人吃了,那黑棋就會變成白棋了 那如果黑棋又要吃白棋的話,那黑棋又要在對面那裡,這樣做一粒 然後又吃了白棋了,吃了白棋之後它就要在這裡畫一個黑棋在這裡 而黑棋和白棋就會走滿了整個框框這裡 全部鋪上黑棋和白棋的時候呢,那就數一下黑棋多些,還是白棋多些 如果白棋多些呢,白棋多些呢,那就是白棋型 如果黑棋多些就是黑棋型 而另外說數雷,開始說數雷那邊了 數雷呢,我就會跟它有幾多,基本有這麼多格左右 然後就會鋪滿了一張張的設置 當如果要你數雷的玩法呢,就是你會點它的其中一格 那你要其中一格呢,就拿開那個設置 電腦就會顯示它原先部署了那個空間是幾大啊 還有你一揭那個牌呢,它會不會是炸彈呢? 如果一揭那個牌,它是炸彈呢,那就當你輸了 如果不揭那個牌,如果揭那個牌不是炸彈呢 它就會出空白,或者出1,2,3,4,5啊 然後就這些數目字,代表它附近,還有周圍有幾多的雷在旁邊 那有可能有雷,那我試一次,當我揭開這一粒 然後它的電腦就會顯示有幾多粒 有幾多粒空白,還有有幾多粒的雷在裡面 當我一揭開這一粒,然後它就在這裡自動 它就會自動把旁邊的那些,它就會突然沒有那些位置 它就會揭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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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裡就揭四粒,四粒的設置就會被拿走了 它就當你已經是,這些就會自己爆開 就爆開有幾多格,這裡又爆開爆開 因為它就一直爆開,爆開爆開,爆開爆開 爆開了,爆開了四格 然後呢,這裡又要再爆兩格 然後它就會在這裡,這個範圍這裡 它就會在這裡寫,寫了這個數目字是1 這裡是1,然後它這裡都會,這裡都是爆的 它是間隔地爆開,這裡爆 還有這裡都,這裡都會有些空隙和空格都會爆開 然後當這裡就沒有東西啦 然後這些位置呢,它都會自己爆爆爆爆爆爆 因為它爆完之後,它會寫一個數目字給你 那就提醒你,附近有多少粒會爆啊,和不爆的那些 就是剛剛你一按一粒呢,它就會一彈就彈很多空格出來 還有很多數目字附近 然後就提醒你,要怎樣玩啊,下一步呢 就是我剛剛點了一粒之後呢,它就已經顯示了很多的了 那麼就這裡,這個附近範圍都有的 不過我還沒寫得切,所以現在就補回寫這裡 1,1,2 這裡2,2,2,1,2 跟著呢,我們就可以根據它給我們的數目字 我們就可以猜到它附近範圍有什麼 這裡有個1,就是代表附近有一個這些雷 當這個是一個雷,這裡又顯示附近範圍 九個方格有一個雷的話 這個一定不是雷,因為這個是雷的話 這個不是雷,我們可以刷它,然後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我刷了,我用黑色筆刷了 然後它就顯示了一個1 當這個1的話,這裡這個雷呢 它這裡附近這裡,當這個已經被肯定了是雷 1的附近這裡有一個雷 那就是附近這兩個位,這個 它的附近範圍呢,就只有一個雷 那就是這兩個都不是雷 那我再刷 我再刷這裡,然後它又出一個1 然後因為這裡呢,它已經是一個雷 那就是這個不是雷 那我再刷這個,看看是什麼 刷了,然後它就變成一個2 那就是現在它這裡已經越來越清楚了 然後我再刷了 我再刷這裡這個頂角這個位那裡 然後它就出了這個1字在附近 就是這裡附近有一個雷 我就不會在附近刷那些,免得中雷 然後我再遠一點的地方 這裡數三格 然後打橫一格 然後這裡這裡刷一下 刷一下刷 然後它就沒有了 它就出了一個3字 那就是附近這裡 1,2,3,4,5,6,7,8 8個位這裡有其中 8個位裡面其中有3個是雷 那你就要小心這裡有3個雷 然後我就再看看這裡 因為這裡是2 這裡有一個雷 這裡是一個雷 那就是證明剛剛這個1的隔離 這個是雷 這個1,1這裡隔離上面一個雷 這個不是雷 因為它附近有9格 只有一個雷 這個不是雷 那我就來刷了它,看看它是什麼 刷了 是一個2字來的 1是2 那我繼續看我可以刷哪幾個 我就試一下再刷 看會不會刷一下會爆了 因為這裡有一個1字 附近沒有東西 只有一個雷 所以這個是雷 刷這顆 這顆容易刷 刷了 刷了之後呢 它就顯示了什麼呢 顯示了一個1字 是安全的 那就是說證明了這個是雷 這個不是雷 那這4顆都可以刷完它了 我刷刷刷刷刷刷 刷完4顆 那這4顆就看看會出什麼了 那這4顆 我刷刷了之後就 就出了这个2,1,1,1 因为中间这一粒是爆开了 所以这三粒都送了给我 因为我刚刚打了这一粒 所以就送了三粒给我 它就一次过显示了这三个位置给我 1,1,1,全部都是1 因为这里有一个1 所以我就可以推乱到这个不是 我先打开这个看什么 都是1 接着我又再打开这两粒 打开这两粒就看什么 它又爆开了 这两粒它又爆开了 然后爆了这里 它又这样 即是这个是1 即是这里就打开这粒 打开这粒之后 即是这里有一粒 即是这里有一粒 接着就打开这两粒 那它又爆开了 在这里出2 这里就出2 接着就 因为这里附近有两粒 那我这里有一粒 这个不是雷 因为它是雷 这个不是雷 打开这两粒 看会有什么反应 就出了2和1 这个是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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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雷 所以打开它 打开它之后 会出什么呢 是出个2 即是说 这里有两粒 这粒就代表这里有两粒 当这个2 代表这里有九格 这里有两粒 即是打开这两粒 看会有什么 是两个三 这里有三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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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有1 这个不是雷 所以打开它 这里有2 随便打开它 然后随便打开它 会不会爆了 这里打开它 乱打开它 哎呀 爆了 我打开了这粒 打开它 爆了之后 就会出现炸弹 那就是输了 今天介绍完 多谢收看 拜拜